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VR开发子游戏图形学 在这里呢,我们会详细的给大家介绍游戏图形学开发的一些乐趣 在学习我们的shadow之前,我们首先得了解两个概念 一个是什么是材质囚,第二个什么是shadow 材质囚你可以把理解成人的衣服 这个是什么人的衣服 那么我们再想象这种一个场景 这个人的衣服看起来为什么是红色 那么在我们真实世界中是因为这个红色的材质 人穿的这个衣服的这个材质 把太阳光 太阳光是吧,有七种颜色 赤身黄里青男子 把所有其他光线都给吸收了 只有反射 只能反射红光出来 所以说 人看了这个人的眼是这个红色 好,那我们虚拟世界中也是一样的 虚拟世界中 虚拟说就是这个shadow呢 就是干这部分这怎么样跟灯光进行计算 就材质 材质 决定材质 应该说决定材质 决定材质 跟 灯光的作用 咱们这样就很好的去理解了 材质球就是人的衣服 那么shadow就是决定了这个材质跟灯光怎么一起作用 真实世界中是只把其他光给吸收了 只反射红光出来 那我们这个虚拟世界中也是这样 决定了怎么去算 OK 好了 明白了这两个概念啊 明白了这两个概念 我们就来继续 就看 看到一个物体 好 我们来 看一个物体能够被显示出来 先shadow corporate 好 我们创建两个东西 一个是材质球 命名property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shadow OK 我们也给它连纵上property 好 看到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 你看到一个材质球默认的情况下 都有一个默认的shadow stand 那么我们要用这两个东西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拖到这去 放这来 那么可以看到 我们其中把这个shadow可以打开 可以看到 它是hide property 其实我们就自己可以命名 上节课我们是不是已经学过了这个东西 改个名字 customer OK 那我们看到这个材质圈上门 就是customer property 其实我们在这也可以选择 在这也可以选择 选择你各种各样的系统 这个选择 OK 好了 有了shadow有材质球 我们就可以对 我们把这个给删掉 我们就可以对物体进行 复制 我们把这个材质球拖到这个物体身上 看到 当前它是一个黑色 因为我什么都没做 只创建一个材质球 创建了一个shadow 然后把它身上忘了放以后 发现它就是一个黑色的物体 OK 我们再可以选择一张图片 看到 它显示的是这样的 因为我这个shadow呢 是做了一个 它默认的情况下 做了一个反制操作 我们把它删掉 屏蔽掉 看到 OK 这样就呈现出来一个东西了 首先你得理解这三个三者的概念 他们是怎么样 就是人身上必须有穿掉衣服 衣服是这个东西呢 有shadow是决定了这个衣服怎么样去作用 OK 好了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上节课 我们简单讲了这个shadow的一个大致结构 是吧 这个地方是名字 这个地方是定义属性 shadowshadow是吧 就是我们决定了对应的哪一张显卡 pass 就是对应的渲染通道 有多个pass 那么就会渲染多次 一个物件会被渲染多次 那有多个shadowshadow呢 它就只会找一个对应的shadowshadow OK pass里面就是我们要设定的一些 灯光的作用啊 这个纹理的作用啊等等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详细讲解 就是大家对一个shadow 就有这样的去了解 这样了解 OK好了 那我们接着 接着我们后面的看啊 刚才我们创建了这个shadow 我们来看 是不是 它就是跟我们的结构是很像的 好 这个地方 是吧 就是shadow的名字啊 property 就是定义shadow的一些属性 supshadow 是吧 就是对应的显卡 你看 OK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来从这个property这个地方啊 开始就是它的属性啊 这个地方开始学习定义 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shadow看成一个class啊 是下腹里面的一个class 这个property呢就可以把它看成成员变量啊 成员变量我们定义的属性 然后后面要用到写逻辑要用到啊 OK 其实是雷同的 好 然后我们看到它的官网这个地方定义的几种啊 它的格式就是这样的啊 我们定义的格式 这个shadow的 shadow属性定义的通用格式 就这样啊 property加上一个大括号 里面再定义上自己的属性啊 OK 好了 那我们就挨个来看一下这里面有几种 一个他说是可以定一些啊 int float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就只要你找到这个地方啊 在我们的shadow里面 你找到这个属性 你就能找到它 OK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挨个来定义一下 看一下 首先这个命名呢 我们 我们看到这个命名 我们一般的啊 就是用下滑线去表示啊 就是因为官方就默认支持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的命名呢 也是一样的 定一个 定义一个 int inter类型的 我可以看到这个名字啊 这个名字就是我们变量的名字 变量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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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可以任意定义啊 只要不是这个shadow里面的关键字啊 现在里面比如说pass呀 什么sop 我写都要这样的啊 关键字 那么你都可以写啊 那么正常情况下 我们都是以下滑线开头 可以说 变量的名字 以下滑线开头 就跟官方保持一致吧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写上一个啊 test int 啊 我们可以这样定义 好 然后这个disname呢 disname就表示我们在外部所看到的 好 看到他这个地方报错了 那我们就这个地方先给他一个默认字吧 给一个1 OK 我们看到这个属性 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显示了一个disname Display name 好 而且他的默认值是1啊 好 那我们把这个display没有再改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叫test int 是不是这个地方也变成了test int 那么由此可见 这个地方就是对供外界使用的一个标注说明 这个地方 display name 供外界 这个参考说明啊 因为有些时候啊 这个shadow是有美术啊 或者说是有其他人员就可以调试这个参数 那么在这儿你可以看到他显示的是啊一些名字 那么我们知道什么意思啊 你给他一个具体的名字 我们知道什么意思 他具体在 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没有11亿 那么只有他啊 还有他这个啊 这个inter 你看到 他就是定一个类型 这个inter就表示类型嘛 inter 表示类型 表示变量类型 是不是是不是inter类型 ok 好 后面有个等名号 number 等number 这个就是默认 默认字 number 表示默认字 ok 那么所有的结构都是这样的啊 都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吧 我们在cshare里面定的成员变量 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个啊 我们都能看得到的 成员的变量 我们都在看得到的 好 然后我们再看到他定义的这个 这个float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这一段话给拷贝过来 哎 就这样啊 test float 这个地方我们就定一个 test float ok 默认字是1.0啊 整数量是没有 这个float就是一个小数 ok ok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还甚至还可以调节这个数字的大小 啊 只要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小箭头的时候 两个左右箭头的时候 你可以调节这个 这个字啊 啊 ok ok 那还有他还可以定义一个 ranger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 变化范围的一个 int float 然后这个 一个可变的这么一 有变化范围的这么一个变量 啊 啊 test ranger display 我们叫test ranger 啊 我们就最小子是1 最大子是5吧 默认字 我们给他一个2 啊 ok 然后看到 就是他这个地方跟前面就不一样了 他有一个滑动条 是吧 有1到5 啊 这地方的展示啊 而且你看到ranger是默认都是一个浮点数吧 他能够取是吗 小数点后面是吧 默认字都是个浮点数 ok 然后还能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展示lumber lumber 这一部分啊 就是定义怎么样定一个 啊 这个 整整形或者浮点数 好 第二部分呢 我们还能定一个 啊 我们在这个属性里面还能定一个颜色 啊 还有一个vector就是我们四维向量 啊 ok 他其实可以看到啊 这个颜色和我们的四维向量 是不是都是 不差不多都是有默认值是四个 啊 test color 他这个地方是四维是吧 那我们就想一想 这里边就给大家贴问了 为什么这个 给大家留个扣作呀 为什么这个三维的世界 三维的世界 三维的世界 要用四维去表示 四维去表示 ok 这个给大家留下一个思考的空间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讲解 ok 好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 定继续定这个test color 好 定一个 默认值呢 我们就先让他111吧 默认一个白色 ok 好了 那我们也来看到这个 这出现了这么一个 我们在这可以选择啊 你的具体的颜色是什么样的吧 定这么一个变量 啊 就定颜色 啊 rgba 四统道啊 那我们在这也可以调节是吧 这个单个 alpha通道 rgba 都可以进行调节啊 ok 好 然后我们再接着 看定一这个vector 它就是一个四维数 我们在 写动里面 经常会用到四维的 这个vector 我们就定一个testvector 好 我们给他的默认值也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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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来看到这 是不是出现了四维的速度 还都可以调节啊 啊 分量 xyz w 啊 xyz w 啊 ok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到 啊 这个vector 这个vector 就是跟我们的C下谷里面vector一样 就是直播是四维的 我们vector经常是三维的 对吧 然后这个颜色就是定一个颜色的 啊这个tature呢 啊 就是文理啊 tature 首先我们看到这里 这两个2d的吧 2d的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有了啊 2d的图 这个地方的定义 就再给大家说一下 标准一下 啊 这前面也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就定义他的名字 这个地方有标准说明 这个就是定义他的 这个变量啊 类型就跟我们 inter float一样啊 啊 inter float一样 那么这个white呢 就表示他的默认字啊 啊 表示也是表示默认字 啊 默认字 那么经常 你在这个地方 啊 要么是一个空字符串 要么在这儿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的 在这儿他有说明啊 要么你定一个啊 这一块话 他就说 啊 这话意思就是要么你你定一个是空的字符串 要么你就是下面的其中一个啊 white black gray bump red 等等啊 这这样的一个 文字啊 所以说你就按照这个格式去定义就OK了 对吧 好 那我们这地方默认的我们就给他一个 这个 默认的木条默认的都给他是一个white 给他一个空的也行啊 OK 那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其实看到 就tature 是不是我们就能选择 在我们场景中选择一张图片呀 任意选择一张图片 都OK的 OK 然后这样就负责一个字 好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cube cube map 放到后面去 testcube cube map OK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也就给他一个空的 经常的啊 这个cube map 你你这个地方就弄个空的就行啊 不用填写其他东西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地方他让你选择一个cube map 哎 这不是你们是不是没有啊 OK 好 我们就给他创建一个 创建在这 这 啊 创建这个cube map 嗯 然后我们也给他一个property 好 我们再来选择这个东西 哎是不是这就多了一个我刚才选择的一个property啊 因为我这个proper这个电影的这个cube呢也是四个面都是啊 他这个cube map就是六个面经常的会我们做天空盒子啊这样的啊 啊 拿这个cube map去做一些反射呀 或者说天空盒子啊 所以我们就定义 你就大家在这里知道怎么去定义啊 一个cube啊 就是六个面的一个文理 我们这个地方 大家写一下 cube map 是六个面的 有六个面 六个面的文理 ok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这个地方是吧 right left home bottom front back ok 这些都是定了六 这个一个立方体的六个面 当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天整个天空盒子 整个天空盒子 其实就是在一个很大的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 就在一个非常大的这个cube cube map里面去啊 你可以在我们这么去看啊 ok 然后我们再看到他还可以定义一个3D的文理 啊 这个3D的文理呢我们用的不太多啊 经常 而且这个这个3D的文理呢 啊 我们待会给他讲 3D的文理只能通过脚本去创建 ok 我们也把它他的默认值经常的也是为空啊 为一个浪 写个浪 ok 我们再看到这儿 是不是一个3D的3D的文理 是没有啊 no 没有这种类型啊 我常常都没有那种类型 这种啊 就在这里我们用的不多啊 这个3D文理 嗯 很少很少会用3D文理 3D 3D文理 第一个他只能是在 啊 只能 用这个脚本去创建script 啊 第二个 啊 是OpenGL 2.0 2.0以上 这二本 OpenGL 3.0 几以上 才支持 是2.0 集团都不支持 啊 这个大家在注意的啊 那这个这个东西呢 我们 呃 在 在本教程中 基本上没有用到这个东西啊 用的也 大家 我相信大家用的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也用的比较少 所以说 不用太太关心这个东西 我知道怎么去定义这个一个变量就ok了 啊 ok 嗯 那下去了大家好好把这个变量就好好去理解一下啊 其实就是你又会把它看成一个类在这儿去定一下成员变量啊 就各种类型 它有是吧 有是吧 INT Float Ranger Cover Canner 然后Vector Cube 3D 啊 3D文理 就在集中啊 总共就在集中 ok 嗯 那那我们后面的至于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变量 我们后面的在在教程中慢慢的给大家讲解 ok 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儿啊 谢谢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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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